大家好,歡迎來到小美睡睡念 我是專門負責影片剪輯與拍攝的幕後工具人TERRY 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個人的一點興趣 在鏡頭前面呢,這個是我自己個人用台灣的水果所製作的一些水果調味飲品 那在鏡頭的左手邊這兩關是用上晨做的 中間的話是紅肉梨 那右邊的話就是前一陣子盛產的梅子 那其實這種水果調味飲品它變化非常多種 例如說你浸泡如果是酒類的話它就會變成水果酒 那如果說你加的是糖的話它就會變成水果糖漿 如果是醋的話就會變成水果醋 那我接下來呢就是會用台灣目前三種當季盛產的水果 教大家如何很快速很方便的製作很有個人風味的水果酒 那我們今天製作水果酒會用到的素材就是都在這邊 那水果的部分的話我選擇的是鳳梨、哈密瓜以及紅肉梨 那會選擇這三樣呢主要是兩個原因 一個是說它目前是當季的水果 所以其實很好取得 然後再來是它的甜度跟酸度都非常夠 然後酒類的部分基底酒我是從美人社去買的 然後我分別選了兩款 第一款是英國格蘭斯卡倫威士忌 那福特加的話是法國伯利卡夫福特加 那我會選擇它的原因是我覺得它的價格是蠻實惠的 就是CP值很高 然後再來它口感的部分其實非常的接受度很高 就是無論你是單飲或者是說做這種水果泡酒啊 它都是非常適合的 那接下來瓶子的部分的話就是建議是用玻璃材質的 然後糖的部分的話你可以選擇砂糖或是冰糖其實都可以這樣 那我們就是接著來切水果 好那現在歷經一番千辛旺苦 我們終於把水果切完了 那其實這邊有幾點要注意 一個就是說你水果在處理的時候 你可能會先清洗嘛 那清洗之後上面會殘餘一些水分 那你就要把上面水分擦乾或是晾乾 這樣子才不會發霉 然後在紅豆里的部分啊 因為它像它本身有點低頭 你這個低頭也要拿掉 不然你到時候泡的時候它可能會比較苦 在味道上 然後瓶子的部分呢也是一樣 就是我們會把它清洗乾淨 然後建議就是用滾燙熱水把它整個瓶子 包括蓋子都燙過 那燙過之後的時候 我們就是在用衛生紙把它擦乾 或者是說直接晾乾也可以 那現在我們這些層次作業都處理好 我們就可以慢慢把水果抓進來了 好那我們現在就是都把水果裝平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放糖 其實有人會問說 酒啊水果跟糖的比例要是怎樣 這個比較就是沒有一定啊 會看個人的口味這樣 那糖的話其實你可以現在放 或者是後面放都可以 你可能現在放的少 你後面喝的時候覺得不夠 你在加都可以的 那我個人做法 我傾向會是都限價一點 然後我後面的時候 我在喝的時候覺得不夠甜 我自己才會再補這樣 才不會說一開始可能放太多 就太甜 然後有些人的做法它會是 就是一層水果一層糖 好那接下來呢就是 因為我們有三種酒嘛 然後因為我前陣子已經有福特加加過紅肉梨了 所以我這次打算就是用威士忌來加紅肉梨這樣 那其他兩款就是有加福特加 酒加完的話基本上這樣就是已經完成了 炮製的時間也不一定說一定要多久 像是有些人可能大概三個月半年它就會開來喝了 那如果說是像梅子的話 有些人就會泡到一年以上 就是它也會隨時時間就是風味會不一樣 像是前置的風味的話 就是大概是一個月到三個月就可以開 如果說你想要放更久一點的話 半年一年都是可以的 好那這個就是我們今天介紹的水果泡酒的影片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個人自己泡酒的做法 那其實這個東西它會有各種不同的做法 所以如果你有更好的建議啊 或是你有一些特別的配方啊 都歡迎你在下方留言給我 那大家可能會想說 欸為什麼泰瑞你不露臉呢 因為工具人是不需要露臉的 還有泡酒我是認真的 掰掰